有關祝壽 宋壽陶 民間流傳著這樣壹個傳說 在諸侯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 十八歲的孫婢想尋求發展 便有心深造 他背井離鄉 拜師鬼谷子 跟他潛心學習兵法 壹晃十二年就過去了 有壹天已經到了兒曆之年的孫婢望著天上的月亮 又思念起來在家鄉的老母親 鬼谷子看出了孫婢的憂傷 就勸他說 你來此已經十餘仔 萬物生靈 尚之回報養育之恩 你並非無情 也該對老母親有個交代了 孫婢聽完之後 謝過恩師 便準備回家探親 在他臨走之前 鬼谷子遞給孫婢壹顆新鮮的桃子 為時送妳壹顆桃 此桃非普通桃子 妳且帶回家獻於老母吃 孫婢日夜兼程 終於在他媽六十大寿這天趕回了家 看到滿頭白髮的老母親 她拿出了師父所贈的桃子獻給了老媽 孫婢剛吃了一口 眾人驚訝的發現 老人家如雪的白髮 興客間化為了青絲 本來已經衰老的容顏 又煥發出了青春的光彩 孫婢知道 肯定是鬼谷子送的桃子發揮了神器的作用 鄉裏的人們聽說這件事情就到處傳揚 人們都說只要在老人過瘦的時候吃上一個桃子 老人就會青春常駐 健康常壽 民間就流行起了祝壽送桃的習慣 人們在生日這天還會吃長壽麵 意味長命百歲 那為什麼吃麵又會長壽呢? 相傳有一天 漢武帝在與大臣遊園的時候 看到滿人的春色 不禁感嘆人生苦短 他對大臣說 都說人中越長 壽命越長 話音剛落 壹個大臣東方壽大聲的笑了出來 漢武帝很是憤怒 問道 愛情如此大笑 不知所謂何事 東方壽聯盟解釋道 我所笑的乃是壽星彭祖 相傳彭祖活了八百歲 照這個說法的話 他的整張臉得多長呀 後來便流行起了壽種說法 想長壽臉就要長 在古語當中 麵有臉的意思 希望長壽的人根據麵這個隱身意 在麵條上做起了文章 長壽麵就誕生了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兒 下次見 學會老師好嗎 這樣又好像陳廉特留給我 你說到嗎 說得很有臉